这个形容枯搞的老人躺在床上生命垂危 而他旁边的女人还在对着他开直播 弹幕里充斥着各种嘈杂言论 有人说装的吧 有人说刷礼物表演个当场去世 还有人说这种人有尊严吗 一个濒死的老人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讥讽呢 他难道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吗 老人名叫孤东林 网名红毛皇帝 2017年网络直播正是兴起的时候 窝爱蹦迪的孤东林也赶上了直播热潮 和搭档大学一起带领众多土地 成为了河南省郑州市的三大尬物团队之一 精神小伙 群魔乱物 土味直播 这些大家可能都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 而孤东林的尬物正是这种风格 他留着朋克发型 染着夸张的粉毛红毛 在公园里肆意扭动 吸引无数围观人群 同时也吸引猎奇网友 靠直播打赏赚点小钱 红毛的老家在周口 家境并不富裕 在郑州住的房子也又破又旧 墙面都发黑掉皮 他离过两次魂 现在独自拉扯 上厨中的女儿婷婷 除直播外 他还跟别人合开了一家小理发店 每个月拿固定分成 红毛的土地中 有三个来自大洋山的一族兄弟 他们在返乡途中 钱财被偷 被红毛收留 管他们吃住 就要他们跳舞直播 还有一个名叫水仙的女孩 是从老家逃婚来的 红毛是来者不拒 带着他们一起直播 一台电车 一个大音响 还有手机支架 这就是全部工具了 2017年9月底 郑州人民公园 全面禁止尬舞 红毛和他的团队 辗转去火车站西广场 可好景不长 10月初 水仙在直播时 被找来的家人 强行带走了 三兄弟也抱怨红毛 不发工资 最终选的离开 人去楼空 红毛和女儿 一起收拾起 乱七八糟的屋子 地上满是徒弟们 留下的垃圾 父女俩花了半天时间 才整好 婷婷是个学习成绩 优异的孩子 每次父亲 带着嗓门直播 她也能在旁边 安静读书 小小年纪 就触遍不惊 既没有跟父亲学直播 也没有嫌弃父亲的 种种行为 她知道 这是父亲的爱好 父亲也只是在 赚钱养家 婷婷的梦想 是以后当老师 做一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 这一点也离不开 红毛的教导 不久后 红毛又收了个 新徒弟 李易姐 还交了个名叫 家家的女友 他们都搬进了小屋 可没过两天 李易姐的钱包 就在家里被偷了 红毛一看 就知道是邻居作案 因为他们直播声音大 邻居们早就看不顺眼 归此 红毛专门在窗户外面 围了铁丝 夜晚的火车站 人声挺废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也集体出动 红毛的尬舞 不占一方小田地 方面也围了不少人 他们还不吝啬地 教同样直播的粉丝 如何涨粉 晚上收场时 地上满是观众遗留的塑料品 红毛想帮亲家工扫扫 却被对方拒绝了 这天 新徒弟弟一姐 突然一声不响地离开 随后 他自己开直播 在网络上污蔑红毛 对其猥亵 以此炒作涨粉 把红毛气得不轻 他试图跟对方交涉 想保全师徒情谊 但黎一姐并不理会 只是一个劲地 在网上卖惨 于是这一夜 红毛与黎一姐直播对骂 直到凌晨四点 最后 这场闹剧 以黎一姐闭口不谈而告终 红毛也没有计较过多 2017年11月 火车站西广场 也全面禁止了尬舞 红毛一行 再次转站去了商城公园 此时 部分市民也开始公开抵制尬舞 尬舞团体的活动空间 越来越小 这让许多同行主播 分外不满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并没有违法 跳广场舞的都没人抵制 凭什么抵制他们 随着网上舆论的争吵发酵 许多小媒体也开始跟风采访 红毛的小屋 每天能来五六家 他从不觉得采访有什么不好 甚至以此为荣 因为他觉得 大家抵制的是低俗尬舞 而自己的直播间 是正能量的 为此 他拼命在直播间 暂时捐款容易证书 还认为尬舞 总有一天 也能走上主流舞台 在大众眼里 尬舞早已被打伤了低俗标签 甚至会损害城市形象 所以尽管红毛的理想很丰满 他的账号 还是封了一个又一个 也不敢再出去跳舞了 水仙最近从乡下回来了 他退了婚室 继续跟红毛一起直播 俩人用彩色氛围灯 在屋里跳了起劲 可以看出 尬舞不仅是红毛的事业 也是他的热爱 可在家直播 到底是不够过瘾 这天 红毛再次冒险 来到火车站 但没一跳多久 就被警察抓了个正招 还被带到附近派出所 教育了一番 红毛非常不服 因为这次 他音响都没敢开大声 但警察可不管这些 随着官方整改力度的加强 红毛的直播越来越难为止 尬舞更是再也不跳了 2018年 这部纪录片上映后 红毛才再次吼了起来 他参加了几个电影节 还把自己的网名 改成了红毛影帝 参与商业广告拍摄 回来回忆起这段经历 他说这是自己最辉煌的时刻 2020年5月 红毛被确诊为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而且是晚期 他把网名 又改成正能量工艺使者 在自己的理发店 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理发 还每天义务打扫码了卫生 2021年3月 红毛病重回老家静养 婷婷陪了父亲一段时间后 不得不回郑州继续上学 而这一别 就是永恒 回老家没多久 红毛的同行主播们 也跟着来了 他们含着音响 海报 穿着短裙 皮裤 在村里开始尬舞直播 那时 红毛还能勉强站起来 他戴着墨镜 坐在轮椅上跟着节奏甩头 配合主播们 摆出各种姿势 他知道他们是来蹭粉的 但他也不介意 3月底 有朋友帮红毛联系募捐 进行线上水滴筹 目标金额是30万 够他一年的治疗费用 但筹款只上线了几个小时 就被撤销了 工作人员给红毛打电话 说后台收到了很多 关于他的投诉 说他低俗 涉嫌欺诈 这让红毛脸色都白了 虽然直播那两年 他是赚了一些钱 但因为要抚养女儿 送他上更好的私利高中 红毛一直是省吃俭用 和前妻离婚时 对方承诺每月 给300块抚养费 结果却一分没给 打官司 前妻也不理会 所以刚生病时 他都是用偏方指 根本不敢去大医院住 2021年4月16日清晨 红毛在主播们 围着自己消费后去世 10年59岁 隔天 一群村民 就围着他家墙外看热闹 顾东林没什么家当 离世时 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竟然就是两个 短视频账号 多的那个 也就2.1万粉丝 初遍这天 一个主播围着他的棺材直播 他在灵车附近 录了不少段子 调戏坐轮椅的大爷 拉着小孩一起跳舞 以及和南村民 在草坪上打滚 村民们生怕错过 他的新花样 把他围在中间 挡住了灵车的出路 红毛的家人 不得不一边进行仪式 一边驱赶人群 后来葬礼结束 他还在红毛的坟头 蹦跌了一会儿 同年8月 婷婷收到了 西北某高校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写给导演的感谢信中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从不感谢苦难 我只感谢照亮我的光 红毛的故事 或许充满细虐和荒诞 但在影片开头 导演引用了 舒本华的一段话 我想最能总结 本篇用意 谁要是生活在人群中 就不应该绝对的拒绝和摒弃任何一个人 只要这个人是大自然定下和给出的作品 哪怕这是个最卑劣 最可比 最可笑的人 任何人都有被看见的权利 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哪怕他只是个小人物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冠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感谢观看